You're gonna get her laid? How? 这么参差的评价,我们来聊聊吧 首先,这个设定完全就不一样了 第一季呢,讲的是同一个房子里面 三个年代,三个家庭的故事 是同时进行的,每集都能看到三个故事 那这三个家庭的联系也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是这个兄宅的三任主人 除此之外,人物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 三个故事很不一样,但是又有共同点 都是女主人经历了很多不幸 房子里又都死了人,三个故事互相切换的时候 都很明确的标了年代 而且用的布景和服装都是完全不同色调的 那你一下子就知道她在讲谁的故事 就好像以前那种明星恋爱节目 你们看过吧,每一期节目不是都有好几多吗 但是进展都差不多,相处模式又各异 每一组占据这个节目平均的篇幅 看着贼舒服,但是第二季呢 只有一个时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 复活家庭和大娘家庭,这两个家庭吧 你说没有关系呢,这个小镇总共就这么大地儿 不认识也难,他说有关系吧 那你属实这些大娘倒贴的,就这关系吧 不分不果,所以这两个家庭的故事转换的时候 就很生硬啊,但是现在也是说三集嘛 说这个可能有点早,那接下来的集 可能会慢慢揭露这两个多人的关联吧 我也是在看着啊,我在等待一个吓人的反转 那第二季在人物设定上也很不讨喜啊 上一季呢,是你知道他们杀人不对 但是因为死者太可恨了 你当然就是站在凶手这一边的 You're welcome!就是进入了一个 道德的灰色地带,太刺激了 像那种完全符合或者完全违背我们三观的 剧太多了,所以啊,这种一正一邪 带着你在三观底线上翩翩起舞的剧 肯定就脱颖而出了啊,那我们看第二集 讲道理,这么多个角色,我找不到一个 可以和他共情的,比如这个主角 这个大娘,他看起来唯唯诺诺的,知道他老公 杀人之后,严死咀嚼可害怕了 大公不死的,但是其实他就有人更可怕啊 道后面有一个人相当于是死在他们面前的 明明死者是意外伤亡 但是这个大娘,他害怕自家的事被捅出去 就选择见死不救,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 这人死没死,还不让他老公报警救人 还怂怂他一起把尸体给埋了 就像那种平时和你特别亲密的那种塑料姐妹 你知道吧,他没有捅你一刀的勇气 但是,在你被别人捅了刀子的时候 他就看着你奄奄一息的,假惺惺的哭着 跑开了,他绝对不会怪你的,而且 最吓人的就是,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就最怕的就是这种披着羊皮的狼啊 所以这个大娘啊,他就是 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性,但就在那几秒钟 他很迅速的就转换成杀人犯的角度 开始思考问题了,突然现行了 细思极恐啊,这可比他那连环变态杀人狂的老公还吓人啊 还有更变态了,对他后面要假装死者 穿上死者的衣服嘛,他看起来非常享受 就好像他穿上了这个精致又高档的 又不是他的裙子,他自己就能变高贵了 这是骨子里透出来的自卑和变态啊 而且他后面还穿这个裙子去撩汗,我这个是 NOO GOD PLEASE NO 对不起,这种人物实在是无法试图理解和同情他 所谓致命女人嘛,Y woman Q,那肯定是要Q的 肯定是要出人病的,第一季呢,是把谋筛的过程 扣画的非常细腻又非常合理 他的节奏找不得非常牛逼 就主角幸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多好啊 然后突然给你来这么一下子,当头一棒你知道吗 就剥掉表面的糖纸给你看,他其实生活这么的不堪了 然后就在你觉得,哇,不会再有什么事比这更糟了吧 夸,他再给你一下子,就我实在是没有见过这么惨的场面 这个时候再拍拍你,告诉你,没关系 我们站起来,我们去战斗,这么一系列的骚操做下来 你的情绪是跟着主角走的,他铺垫了一整季 那最后死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是该死,他干的好啊 那相反呢,这第二季他才刚开始,已经死好几个人了 就不给你们剧透了,但是这几个人死的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 主要他死的太早了,而且这些凶手你才刚认识 他没有产生那些连接,也没有很好的解释他为什么要杀他啊 感觉就是为了制造激烈的开场,为了死人而死人的 他死谁都行,也不是非他不可啊 还有个很困扰我的点,他们谋杀得也太不小心了吧 这个大娘和她老公埋人的时候,咱们是贼大了 就好像生怕别人发现不了一样,你知道吗 再说一句啊,美国的这种耗子分音真的非常差 就他们这么大声,就算下了大雨,也是发了好几家邻居 都听到一清二楚的程度好吗 后面,在毁灭政治的路上,最怕的不就是被人认出来吗 以后作为人争嘛,他们居然还去那种人很多的餐厅吃饭 还排队,就是你尸体都埋了你就直接抢呗 也不差这一个坏事了,他快一点,真的是急死我了 白死了,哦,还有,他们把死者的车拖到水里的时候 他居然能把自己的包都落车里 不是,这也太chill了吧,您是出来春游的是吗 这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其实《致美女人》第一季呢,走的就是至尊狗血路线 和那个顶楼是一个流派的,剧情呢,实在是不太新颖 但是他把所有的冲突都表现到了极致,节奏还很紧凑 一双房子三个时代的设定又太别致了 再加上他很丝滑的剪辑手法和演员价值,看起来就是大爽剧 第二季呢,他对了这个年代设定和气场1米8的流解 那就只剩下狗血戏码了呀,其实也没什么错,美国实在是不缺这种狗血剧 但他第一季拍的太好了,本来就是很容易踏上高开低走的路子 第二季拍的又这么迷惑,那只能是跌落神坛了呀 目前第二季呢,只割了三季,但是也足够让我讨厌里边的人了 那个傅佳太太的女龙是我唯一一个喜欢的角色 她帮着傅太出坏主意还吐槽的时候,真是太可爱了 但是戏份又很少,按照第一季的调节呢 第二季后面肯定还会有很多劲爆的大反转球球 我真的希望后面能买一个大蕾,快来弥补一下前三集的迷惑行为吧 好,接下来小朋友们来一个一键加连 YouTube姐妹们记得subscribe和我们 记得点一下旁边的小铃铛咯,拜拜 拜拜